四处出击的胡人并没有放弃对一号位的补偕,虽然开拓者一再声明,他们不愿意交易利拉德,但在魔术时看来,没有不可能的交易,在生意就是生意的NBA,只要代价足够,任何人都是可卖品。 根据美媒的爆料,对于利拉德的爆下,胡人已经提驾到狼索鲍尔,库兹马,加罗尔邓,鲍尔能顶替利拉德留下的空白,球哥在菜鸟三季的表现已经证明,他是未来稳稳的全明星级,库兹马则是开拓者现在最渴望得到的空间型内线,而利拉德加盟胡人的意义不言而喻,作为上赛进入选第一阵容的空位,他和乐布朗的联手。 加之英格拉姆,老多,是蒂文斯这样的拼图球员,胡人在实力上将超越过去三个赛季的骑士。 紫金军团也真正具备了核火箭,又是争锋的资本。 但根据媒体的分析,这则交易要达成难度依旧不小,魔术师如果想在新赛季开始前敲定这笔交易,加码是必须的。 像英格拉姆成为交易,这一部分将是促成交易的催化剂,这虽然是艰难的决定,但火箭的成功范例或许,会让魔术师鼓注一致。 2017年夏天,火箭期幻尼得到了保罗。 随后的赛季,兴斯敦已成规赛第一杀入戏决,并距离重出西部只有24分钟之差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